卫光 我不会再问你 为什么要为皇上背负罪名 我明白你的忠心 只是有些事 是需要让天下人知道真相的 越是掩盖越是难堪 你这样做是愚衷 我这么做 不是为了皇上 如今这位天子的所作所为 还能期盼什么呢 我卫家的忠心 不是给皇上的 而是给天下百姓的 朗大哥刚刚说 他从广丁王口中得知 就算没有火消失控 他们也会马上行动的 所以你必须尽快知道 他们兵马分布的情况 我知道他们有一份 兵马分布图 就藏在长公主寝殿的柜子里 柜子的钥匙他从不离神 但我三个月前 暗中弄坏了那把锁 借修锁的机会 所以配了一把钥匙 再放手 將日本 担cible 在 好 走 走 林将军 重步兵久前 广城军 广城军长工收两个 宁贵妃 你在做什么 宁贵妃 请您立刻送我们居舰长部署 去 慕营郡 重甲兵两千 不对 两千五 连将军 战传七百 就是这些 一共八个郡县 对 总共八个 好 怎么了 朗坤 快 宁贵妃 你操劳过度 心里交瘁 再不休息 你的身体就撑不住了 你要多保重啊 我从小在民间长大 这普通老百姓生活有多艰辛 我是再清楚不过了 这次大爆炸 这次大爆炸 死去的大部分是家里的顶梁柱 留下了老弱腐弱 以后只会更惨 一旦大量硝烟死期 死去的又何止这八百人 这是罪己诏 再过三日 是永都门大爆炸一个月 朕要亲赴永都门 宣读罪己诏 一味明星 太后 太后 快醒醒 快醒醒 怎么了 你刚才做梦 你把朗坤是戏做的事情 告诉了长公主 做梦 我刚才做了好几个梦 你先别管这么多了 长公主马上又回来了 你待会儿说 皇上和皇后都是戏做 明白了吗 什么意思啊 参见长公主 下去吧 是 母后 您刚才说 朗坤是戏做 那我问你 魏广和宁贵妃 他们是戏做吗 是 朗坤 你怎么还不走 广帝王也发现你是细作了 他又把你送上狼山 活活被狼咬死 魏广 你的身份也被识破了 还有 还有宁贵妃 你也快走 皇后 你也快走 他们都知道你是细作 还有皇上 你还不走 母后 您是说 皇上也是细作 快走 老大人 老大人 怎么了 方才太后做梦 不慎说出 老大人是细作 正好 被长公主听见了 什么 太后发现食言 立刻装作抑郁 说皇上和皇后都是细作 我想应该 暂时是蒙混了过去 可是以长公主的心性 她一定已经起了疑心 对 朗坤 你不能留在雁都了 我立刻派人护送你离开 娘娘 臣是不会走的 朗大人 我也觉得长公主 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就算太后能骗过她一时 等她反应过来 一定会怀疑你的 你不是在山上盖了个小木屋吗 先去躲几天 等风头过了再回来 娘娘 你有没有想过 眼下处境再危险 臣也是心甘情愿 因为臣 在保护臣想保护的人 倘若要苟且偷生过后 那活着又有何意义 我真喜欢站在我面前的 还是以前那头恶犬 至少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 不用顾忌别人 老坤 我就问你一句 可不可以听本宫最后一次 娘娘 那是并非臣的本心 而臣现在所做 才是心之所愿 臣选择了这条路 就没有想过回头 你周日都在跟我说 你在想办法 想了这么多天 你想着了吗 您不是一口咬定 朗昆 魏广 您贵妃 都不是细作吗 那您还急着让我查什么 莫非您也开始怀疑 他们是细作不成 长公主把我们都叫来 是不是时机成熟了 大家都知道 前几日在我寝宫中 死了两个侍卫 朕明摆着 是来偷取机密情报的 加之这三个月以来 我们的计划处处碰壁 魂军又总能未卜先知 先我们一步 瓦解我们的行动 我和张姐 从各地暗中召集过二十八个将来 结果在来的途中 有一部分被暗杀了 还有一部分下落不明 最后你才有几个人跟我们回答 这个 长公主和王爷的意思我明白了 既然叫我们来 就是怀疑我们中间有奸细 不是怀疑 已经确定了 我们之中 确有一个奸细 是谁 就是你 来来 是 张公主这话 这是伤人心哪 拿下 张公主 好